中文字幕 coy 大家好我是九伯 對於墨絲這類型的水草去做修簡 應該都種過墨絲 不外乎就是用魚線 或者是網子 Golf 等到他滿的時候 我們要分專的時候 就是把牠拆開之後再重新種 我今天就是跟大家交一個 就比較懶惰的方式 這樣子種出來的墨絲反而會更漂亮 我們就先去拿墨絲吧 我們可以看到 後面的那個墨絲啊 是太大了 需要來把它做一下修剪 然後像這個是 之前修剪的 然後它又長出來了 這邊也是之前修剪過後又長出來了 我們先來把它拿起來 還好踢舞 比較不怕 這是我剛剛從魚缸拿出來的模式 算是長滿的 鐵片 它其實這樣就可以修剪 然後首先我們有準備了才 器具有夾子 剪刀給魚網水槽用的那個網定數針 然後鐵片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來修剪 我們修剪的時候啊 這個是頭 這個是尾 我們把它反過來 修剪的時候啊 我們可以這樣子 輕輕的把它往上撥 它就會翹起來有沒有 然後剪大概一公分左右 最後就是剪到網子這樣就好 有點像在剪頭髮一樣 網子剪碰可能就需要重擺 也不用怕把它剪死 因為墨絲的生命力很強 它每一個節點它都可以再生 用果汁機打碎 它還是可以再生 剪掉 就跟鐵片貼起就好 把它跟鐵片貼起就好 盡量把它剪平一點 就是不要有這樣暢查 高度都一樣 把它的高度剪一樣就好 這種方式算是比較偷懶 可是它撞出來的模式 它會越來越密集 量就會越來越多 這個網子 先把它頭剪掉 然後再把它對半 對半之後把這個網子撐開 剪掉一部分 對齊 然後這樣就可以拿到這兩片 一個濾網可以剪四個 然後現在我們再來就是要把它移植到這個鐵片上 開始種的時候不用太多 就像這樣子 然後用夾子稍微把它 鋪開來 平均的黏在這個上面就好 不用太厚 有點像是在黏海帶那樣子有沒有 大概這樣一片 我們就繼續做手工 這樣就做出了五片 當然你要厚一點也是可以 這個旁邊有鋸齒痕 這個因為有沒有 然後我要網子對齊 對齊它 然後稍微拉過來 扣住它 再轉過來 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一片了 把這個多餘的網子部分把它剪掉 好 這樣就一片了 做這種莫斯片 有好處就是說你的蝦子 它會比較有多的地方可以去躲藏 然後它生小孩的時候 也會比較容易存活 存活的機會比較高 那幾個整理出來 就是這麼多 就多的五片莫斯 稍微把它夾住 讓這個地方稍微有重疊 然後我們再拿定速針 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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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定速針你生鏽其實也沒關係啦 它不太會硬 它不太會硬將水質 它不太會硬將水質 然後這樣子之後呢 你也可以拿一個你不要的網子 其中一根鐵線拉出來 要小心 然後去做一個 盡量在中間的地方 做一個小勾勾這樣子 把它釣起來 剛剛我們修剪了三片 然後又定出了五片 再加上原本的三片 這樣就變成八片了 你可以選擇看你的高度是要多嗎 再把它壓下去 你也可以隨意的調整你要的高度 修剪完的莫斯 就會變得跟那個一樣 過一陣子之後 它長出來 就會變成這樣子 要更 更茂密齁 以上就是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用修剪的方式 然後去增加你木 鐵片的速度 就可以讓你的牧師 更茂密更漂亮 記得訂閱九伯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